简单,我们一样就是在 游标放在年年的地方 等于什么呢,一样先做Dedif好了 Dedif 然后钱瓜糊 前面日期是他生日 豆点跟哪一天比呢?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前面我们是 另外产生一个储存格 不过我如果不产生,我直接在这边打什么 打today就好了 你直接在这边打today 记得小瓜糊一定要加 即便你没有传任何引述给他,你还是要打 豆点比什么呢?我要先比税,他几岁,所以打个Y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后瓜糊一下 这边后面的话呢,双以后 打勾一下,那这个时候他会出现44岁 对,可是呢,我们这个公式里面呢,还没完成 我们后面还需要串什么 几岁 豆点 月跟天 那怎么办 其实有几个简单的方法,要是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先把 那个字串先串在后面 再来改里面的N就好了 那怎么做 一 把下面这个参考 隧到天 复制一下 切到那个刚刚delive的后面 公式要跟字串串的话 一 加一个m的符号 二的话呢,双以后 两个再移到中间 把刚刚这个字串 放到这个两个双以后中间贴上 好 那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把它打勾一下就好了 打勾 那你会发现44岁 n个月又n天出来了 可是两个n怎么办 很简单 第一个n呢 在公式呢 就是把前面的dedif怎么样 把它 改成ym 第二个n的话就改成md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 把这个公式呢 直接放到n里面 取代掉 特别重要 这个关键 以后 如果你要把一个公式放在 一个连续的字串当中的话 你必须要先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呢 中间必须 要用串接符号串接 那切开来的时候特别重要 如果我切开来他本来前面有一个 双引号 如果切开来的话你必须补一个双引号给他 那后面有一个双引号前面要补一个双引号给他 中间用m的串接 然后把公式放进来 这个概念应该有啦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其实未来 很多比较复杂的东西 大概都是这样串起来的 那串的方法 我串一次给各位看 一 先选取 n 那我习惯先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前面一个是接 前面的 后面是接后面 这样就分开来 本来是一个字串 变成两个字串 那中间要放东西的话呢 and 再移到中间 and是怎么样呢 前面是跟 这个前面的字串串 后面跟后面串 中间放什么呢 请你把 刚刚的这个Dedif 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公式复制好 放在and跟and中间 贴上 把这个YM 把它 Y改成YM就可以了 打勾一下 有没有 44岁 10个月 天的话怎么做呢 一样 再做一样的事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 移到中间 贴上刚刚的公式 那如果太长的话呢 旁边有个箭头 点一下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MD 打勾 OK 算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懂的方法 你很快就可以把 他这个人生日到目前为止 的实际年龄 完完全全给算出来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 利用同样的方法 你就知道你 活到今天 总共 几年 几岁又 几个月 又几天了 不然的话以前要算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 那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理论上是没有错 好 向下填满 那所有的人的那个 精确的年龄 就可以很快的 帮我 做出来 那这一题呢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利用Dedif 其实那